希娜 我来寄你回家了 好的 希娜 凯琳阿姨不是你的好朋友 什么 凯琳阿姨是长发型 但是三角形 所以你不能和凯琳阿姨离开 那我应该和谁是好朋友啊 我知道了 小朋友们都说 小妹才是我的好朋友 我也是黄色三角形 希娜 那我们走吧 希娜明明是我的女儿 她现在走了我怎么办 凯琳阿姨 那我跟你做好朋友吧 太好了 凯琳阿姨 你和小辈姐姐的形状不一样 你应该找和自己形状一样的才能做好朋友 好吧 原来是这样 凯琳阿姨 我才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蓝色长方形 你也是蓝色长方形 大宝 你说的对 那我们走吧 哥哥 我来找你了 可可 黑暗魔王不是你的好朋友 小雪 你胡说 哥哥明明就是我的好朋友 不是的 可可 你头顶的形状和黑暗魔王不一样 所以你们不是图形好朋友 我不要 我就要和哥哥做好朋友 凯琳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可可头顶的形状不就和我一样吗 我就是青鲜了点 可可 你应该是我的好朋友 黑暗魔王头顶的是正方形 你头顶是零形 你们的图形不一样 原来是这样啊 这样看来 我的好朋友应该是小雪 不要 我不要 我的图形明明就是跟可可的一样 不是的 可可 我不管 我不管 小朋友们 你们说 如果你们觉得可可是我的好朋友的话 就买走一一一一 可可不是我的好朋友的话 就买走二二告诉我吧 吃饭比赛 开始 我吃 小雪零分 大宝零分 雄妹零分 小贝一百分 有什么小贝能拿一百分 他都没吃完 当然是因为我吃的对 小贝弟弟 怎么吃才是对的啊 我才不要告诉你们呢 吃了我们自己想办法了 吃饭比赛第二轮 开始 我可是专门练习了吃饭速度 这次肯定能拿一百分了 我吃 小雪一百分 小雪一百分 熊妹一百分 小贝一百分 大宝零分 什么 我吃了这么多 怎么还是零分啊 小雪熊妹 你们怎么都拿一百分了 快告诉我吧 不行 不能告诉大宝 大宝 我们都是自己想出的办法 吃东西能有什么对错 看 你们就是作弊 严谨老师 我要和别人比吃饭 好吧 吃饭比赛第三轮 开始 我吃 我吃 爱莎一百分 黑暗魔王一百分 西娜一百分 终于到我了 大宝 零分 什么 我怎么可还是零分啊 吃饭比赛结束了 大家都回家吧 为什么我吃饭只能吃出零分 为什么 大宝真笨 到现在了都不知道 怎么吃饭才是对的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要不要告诉大宝呢 小朋友们都在发送药 我们就告诉大宝吧 大宝 暴饮暴食是错误的习惯 而且你只知道吃垃圾食品 当然只能拿零分了 原来是这样啊 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要学习大宝 暴饮暴食 一定要多吃蔬菜 我们下期见 一百分小雪 你真是妈妈的好孩子 零分小雪 你怎么回事 怎么又考了零分 可我明明都已经很用力学习了 妈妈你要相信我 我不听 你以后都没有零用钱了 这次的测试中 一百分小雪 又是咱们班的第一名 你真为老师真高 那老师 这次我们班 谁是最后一名啊 那肯定是零分小雪了 呵呵啊 零分小雪 恭喜你 这次又是我们班最后一名 有你在 我就放心了 大宝 你真讨厌 下课了 下一节体育课 大家快去上课吧 这节 我们学习投篮 现在 老师把球给大家 你们自行练习 大家听我的 我们排队一个一个来 这样大家都有机会 好 我们听你的 不行 让我先来 我是咱们班的第一名 把球先给我 我练习过后再给你们 一百分小雪 你都练了好久了 该给我们了吧 对啊 马上就要下课了 不该 我还没有练会呢 你们不能练 你们谁都不能比我厉害 一百分小雪 你太过分了 小朋友们都会给你打零分的 妈妈生病了 你们谁去给妈妈倒杯水喝啊 我可不去 我去 妈妈妈妈妈妈妈现在又饿了 你们谁去给妈妈那点吃的 我可不去 我去 妈妈妈妈真是太感动了 零分小雪 对不起 妈妈以前对你不好 现在妈妈知道了 你一直都很棒 是妈妈的错 以前妈妈只看分书 没有看到你的闪光点 以后 妈妈不会了 即使你考了零分 也是妈妈的好孩子 我睡觉了 快吃啊 小雪我要给你打零分 小朋友们来了 快吃啊 我的零分 我的零分 有我在 你们别想睡觉 小雪也太过分了 这下还怎么睡觉啊 我知道一个地方 你们给我来 大宝 你怎么带我们来检林你了 别 现在树上 小雪肯定找不到 好主意 我们快上去睡觉吧 大家晚安 小雪 小雪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嘿嘿 我告诉你 小雪姐姐 我讨厌你 大家跟我读 《春眠不觉晓》 《春眠不觉晓》 小费熊妹大宝 你们昨天干什么去了 竟然在课堂上睡觉 无关小雪 她把我们的床和帐篷都删掉了 我们一晚上没睡觉 小雪怎么可能这么做 确实是我干的 我这是为他们好 哼 我才不信呢 小雪 下课写五百字检讨交给我 以后别这么做了 检讨我会写的 但我以后还会这么做 小雪 你给我站住 她怎么变成这样了 小雪姐姐一直到了 以后可怎么睡觉呀 我来帮你们 黑暗之力 这是我用魔法制造的结界 你们在里面睡觉 小雪肯定反省不了 太好了 黑暗魔王 谢谢你 小费熊妹大宝 快出来 孙雪 你又打扰我们睡觉 小费姐姐 你看 咱们到处都是黑暗呀 小雪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童话王国中了阻证 阻证 没错 只要我们一睡觉 童话王国就会出现黑暗 你怎么知道的 是我不小心听到的 我死了 成功了 只要童话王国的小孩子一睡觉 黑暗就会占领这里 那样 童话王国就是我的了 我的黑暗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我去找小精灵和凯琳阿姨 可是他们不在家 所以才不让你们睡觉的 小雪弟弟 对不起 我们不应该那么对你 小雪 你放心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一定不睡觉 和你一起 等小精灵和凯琳阿姨回来 心灵之类 孩子们 不要担心了 诅咒已经消失了 耶 太好了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 你们下次再见 小贝 走开 谁要吃你的馒头咸菜 大宝 走开 我才不吃馒头咸菜 小雪 不是说要带最好吃的东西来交换吗 你今天的交换食物课不及格 明天继续上交换食物课 小贝 我们来交换食物吧 小雪 你怎么还带的是馒头咸菜 我带的可是包子龙虾三明治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想赚我们便宜 不是的 我看你就是 我今天带的 可是鸡翅鸡排 薯条鱼块 我有这么好的食物 才不要跟你换呢 小雪 不是说 让你带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来吗 怎么还是买头咸菜 老师 这就是我家最好吃的东西 我才不信 老师 小雪就是小气 不愿意和大家分享它的好吃的 小气乖 就是 小气乖 你就是不愿意让大家吃你的好吃的 我不是小气乖 我觉得馒头咸菜就是好吃的 我才不是小气乖 为什么都不愿意和我交换食物 小雪 你怎么哭了 现在我不是小气乖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小气乖 谁说你是小气乖了 可是大家都这么说 小雪 我饿了 你有吃的吗 我给你 馒头咸菜 我给我吃 新娘 你怎么能把馒头咸菜扔了 小雪 现在谁爱吃馒头咸菜啊 走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这些 我都可以吃吗 是啊 这些都是我家的 你随便吃 真好吃 真好吃 小雪 你慢点吃 你家里都没有这些吗 对了 馒头咸菜 我可以拿点回家给妈妈吃吗 可以 妈妈你看 这些好吃的都是馒头咸菜给我的 你快尝尝 这些东西都太珍贵了 妈妈不吃 给小雪吃 妈妈 我都吃过了 这些是专门给你拿的 你快吃吧 拿了 喵喵喵 小雪 你真是小气 你家不是有种的好吃的吗 就是 都不愿意拿到学校给我们分享 我家里自己吃 真是小气乖 你们懂什么 这些是我很不容易才吃到的 是我拿了给妈妈的 谁让你们吃了 你们陪我好吃的 小雪 别哭 你看 我给你带了什么 快给我和妈妈吃吧 谢谢你 西娜 可我不能老吃你的 小肥大宝 你们太过分了 刚刚那些食物 是我给小雪的 小雪家真的就只有馒头咸菜 这些你不喜欢吃的 这小雪能吃到的最好吃的 拿去给你们分享 你们还说她小气 我改变 我们的吃的 我把你们家所有的好吃的 都变成小雪家了 以后 我看你们谁还嘲笑小雪 小雪 对不起 我们以后不吵架你了 是 我们下期 interested ř 喜 欢迎 我们 philosophical